那鞋哥大概看好故事 有關心有幫小飛畫畫的事情嗎 有啊 心很大意 哎呀 那個 那我就覺得 好啦 我有跟當事人講過話 他很無奈嘛 他說幹嘛一直朝著他打呢 對啊 好像是昨天通的話嘛 那我 我是安慰他啦 我是跟他講 我說 狀態是這樣 那請那個 小葛你不要再扯了啦 小葛 你家啦 就昨天 所以我已經告訴他該怎麼處理 或怎麼樣這樣子 好嗎 他回得很簡短 對啊 不是 你看他前面我們已經講完電話了 就是說 身為一個藝人 你就認了吧 沒有關係 或者 另外一個 學我也可以 不要認了 然後呢 一個人大戰五百酸民 就OK 那如果有必要會再安慰一下大家一起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對 當然會啊 沒有 但是他已經又再婚了 開心啦 對不對 他那個有時候 夫妻離異喔 嘴巴有時候口角吞風 沒有必要喔 我們是娛樂新聞 再寫一寫開心一下就好了 然後 然後 當事人 永遠就是 出事成親 出事成訊 就是這樣 對不對 叫他放下來 因為他已經很受不了了 尤其這個小葛的是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人家 失德啦 這樣失德 這樣不好啦 對不對 你也 問他嗎 因為他昨天好像說要對小葛的撤告 是不是就是在 撤告 那我跟他講就 不要告了啦 算了啦 叫小葛自己 自己那個 還是我跟那個 那個 葛思琦講一下就好了 對啊 沒事的啦 藝能界裡面大家溫暖嘛 對不對 人家剛失婚 又要這樣子 反正講成這個樣子 教教女朋友會幹嘛 婚後的事情 這當然是不在話下嘛 就跟離了婚以後 人家會再去結婚幹嘛 都應該要給予祝福啦 我一開始來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阿哥 小葛不要再這樣子了 好不好 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要不然人家告訴你了 對不對 你擺密一定有一書嘛 帥帥的 哎呀 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盆 哈哈哈哈 哎呀 葛思琦 別搞啦 來跟憲哥賣卡拉紅天雷 那不行 我開個蔥油便頂 你來啊 你來弄好了啦